这是王静首播抛弃票房 选择黑帮文艺的电影 结果竟意外获得了 人生中第一个最佳编剧奖 该片果断抛弃了传统黑帮片 火爆的黑之黑枪战画面 用一种极为文艺的方式 将帮派斗争搬上荧幕 再搭配上柔和的音乐 以及惊人的反转 甚至拍出了教父的味道 影片开始 王静就下了个大包袱 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杂货铺 居然有五六个伙计 突然的一个挂着有损坏字样的电话 这个电话已经坏了十几年了 此时老板柴叔突然从屋里冲出来 接起了电话 其实柴叔和阿东几人 并不是普通的店铺伙计 而是由黑帮供养的杀手 只是这件事只有柴叔知道而已 这时画面突然转到警局 香港最大社团龙头龙四登场 这里致敬了无间道 只不过换成了警察吃饭 老大抽烟 因为这个迷死能走到今天 全靠龙四扶持 之后通过迷死的口述 说出了贯穿全篇的大阴谋 有人要杀龙四 这伙人身份不明 在龙四准备离开时 迷死尔还提醒他 他手里拿着社团的一亿两千万 一定要小心 警局外面龙四的干儿子彼得 正带着一百多名小弟在外面 在出警局时 傻强还来了一把客串 这里也再次致敬了无间道 龙四的社团包括他自己在内 有四人实力最强 圆滑腹黑的棺材 小弟最多最能打的心泥 和贪菜无脑的炸弹 龙四让彼得联系四人 商量此事 不过这里明显就是 龙四怀疑是自己人要针对自己 想试探一下他们 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龙四的岳父是社团的上一阵龙头 岳父死后他继承了社团 不过在不久后就找了情人阿珊 现在阿珊和妻子阿娇一起住在别墅中 不过阿娇却一直把阿珊当仆人使唤 这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 岳父在时 龙四可能一直都是老老实实的 岳父一过世 他也逐渐开始露出了本来面目 并且他和妻子阿娇是没有孩子的 只有开头出现的那个杨子彼得 之后呢会议开始 这个会议还是很有信息量的 起初几人的对话还算正常 先是炸弹说有人要杀龙四 总需要一个理由 之后棺材又说 最近大家都转作正好 没有抽家 最后悉尼又问龙四 米斯尔究竟给他说了什么 见几人都没有露出破绽 龙四又开始了进一步试探 他准备把手上的一亿两千万公款 和自己的地盘拿出来 大家平分 不过呢要留一份给干儿子彼得 这时呢 其余三人才露出了狐狸尾巴 首先是悉尼 他在刚听到分钱时 赶紧给龙四倒茶 可当听到彼得也有一份试 明显不高兴了 彼得凭什么分社团的钱 之后顺手呢 便将茶给了炸弹一杯 接着炸弹也表了态 彼得也没有给社团立过功 凭什么分钱 之后表态的是棺材 彼得年龄太小 应该先将他的财产交给自己保管 不过接下来呢 龙四立刻就收回了成命 他根本就没打算分钱 得知自己被耍呢 心急气的直接离开 从影片目前给出的线索来看 有人为了那一亿两千万 准备对龙四动手 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在 悉尼 棺材和炸弹三人之中 之后镜头再次来到杂货铺 接完电话后的拆书 向几人交代了任务 原来他们都是龙四供养的杀手 现在有人要取龙四的性命 需要他们几个生命口 潜伏在龙四周围 保护他的安全 之后呢 几人按照吩咐住进了酒店 但当天晚上 就有一群打手将几人劫持 逼问他们的身份 不过以我们的视角来看 这个戴着头套的 明显就是彼得 这是龙四在试探他们 有一个手下没能扛住 被当场解决 之后呢 有一个很有深意的伏笔 龙四单独见了柴一叔和阿东 起初他并没有见其他人 只是见了这两个人 在交代了任务之后 他便开始逐一派查 社团的其他三个巨头 首先是棺材 从那晚的聚会来看 棺材是三人之中最有诚服的 因此龙四首先怀疑的便是他 恰好呢 隔天就是棺材母亲的寿宴 龙四便趁着这个机会 再次试探 可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任何不对 直到宴会结束几人离开时 龙四和棺材的车 在停车场门口 被机器拦了下来 结果下秒就有杀手出现 龙四赶紧躲了起来 杀手出手干净利落 很快呢就解决了车里的小弟 还是棺材出气不意 解决了杀手 又有一名杀手出现 解决了棺材 然后便匆忙逃走 之后柴叔和阿东几人 才匆匆赶来 看来棺材并不是主谋 之后呢龙四又找到炸弹 两人的对话 从头到尾都很正常 龙四确信他不是凶手 但就在龙四准备离开时 炸弹突然提起那一亿两千万 还让小弟们抓住龙四 准备逼他将钱交出来 龙四怎么可能没有准备 阿东几人很快现身 炸弹被打了个错绸不及 狼狈逃走 结果呢刚到街上 就被一辆车迎面撞死 两位巨头都被解决 那幕后的真凶 就只剩下一人 辛尼 不过辛尼的小弟最多 保护严密 并且他本人也十分能打 连本地的拳王呢 都不是对手 几人又该怎么下手呢 此时阿东站了出来 他有办法干掉辛尼 至于阿东的具体手段 电影并没有展示 但从这个片段可以看出来 阿东将定时炸弹 藏到了辛尼的木桩中 结果辛尼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炸成了重伤 之后呢龙四又安排人 假冒医护人员 将辛尼拉到了黄角野外 由阿东亲自出手 杀死了他 注意这里有一个细节 彼得在擦指纹时 故意只擦了枪头 而没有擦枪脱 在之后 彼得和龙四的对话中 我们知道 这是龙四故意安排的 为的就是让阿东入狱 现在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清除 龙四也只有彼得这一个继承人 按照正常的剧情发展 龙四应该也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让彼得继承社团 以及那一亿两千万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 龙四不仅没有一点 传为给他的迹象 反倒关心起了阿东的案子 彼得起了一心 他开始怀疑阿东的身份 于是便找到养母阿娇 询问龙四在结婚前 有没有过情人 至于结果呢 影片并没有交代 不过紧接着就发生了意外 阿东在街头呢 莫名被人枪击 女友帮他挡住了子弹 惨死街头 龙四和柴叔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可其他三个老大县已经死了 还有谁会出来搞事呢 那就只剩下一个人 那就是彼得 两人说话间呢 彼得已经拿着枪出现 在控制了龙四和柴叔之后 阿娇拉着阿山出现 原来那天彼得从阿娇孔中的职 在他和龙四结婚前 龙四就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只是后来这个孩子莫名失踪 自己便也没有在意 于是彼得就怀疑 这个孩子就是阿东 龙四让阿东入狱 就是想让他替社团出头 好在出狱后继承龙头的位置 在猜到龙四的安排之后 彼得便和阿娇合谋 他得全继承社团龙头 阿娇得钱 要内一亿两千万 顺手再除掉阿山 这样也算给阿娇除了口气 之后彼得也终于知道了真相 和钱女友有了孩子 已入社团多年的他 深知黑道险恶 于是便让柴叔退出江湖 并把孩子交给他抚养 之后龙四转身踏入江湖 为自己和孩子杀出一条血路 而最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龙四安排的 其实哪里有什么人要杀龙四 整件事一开始 就是龙四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他故意放出有人要杀自己的消息 然后再通过迷死而说出来 让社团的人身心不已 之后再依此为由头排出一击 杀死社团中 和自己有一心的其他三个元老 关于这点影片中是有暗示的 首先在棺材被抢手后 杀手并没有对龙四动手 而是直接逃了 如果说杀手的目标是龙四 又怎么会直接逃走 其次就是炸弹的死 他刚刚跳到街上 就恰好被车撞死 而且招式车辆 头也不回的就逃走了 甚至都没有减速 之后再将杀人的罪名 困在悉尼头上 让阿东除掉他 再替社团入狱 这样在出狱后 他就能凭此继承龙头职位 真相终于大白 龙四的城府之身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心生含义 原来他从来都没有打算退位 更不可能将那一亿两千万拿出来 龙头老大的位置 以及社团的公款 一开始就只能是一个人的 那就是龙四的儿子阿东 但现在这些 对于彼得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控制住了龙四 而彼得首先要杀的并不是龙四 而是他的养猛阿娇 因为如果他就这样杀死龙头老大几位 社团中恐怕不会有人扶他 于是彼得就生出了一条毒计 将杀死龙四的罪名 嫁祸给阿娇 这样阿娇杀了龙四 自己又杀了阿娇 他就可以名称言顺的机位了 于是彼得毫不犹豫地开枪 将养猛阿娇杀死 看到这一幕 饶使龙四对阿娇再没有感情 也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高杨上知贵主恩 乌鸦义友帆补义 处上都知道要报道养育之恩 彼得竟然能亲手杀死 将自己养育成人的养母 简直是亲手不如 不过眼下的情况 可容不得龙四有过多震惊 杀死阿娇之后 彼得便将枪口对准了龙四 就在这时呢 阿东突然出现 被拆除训练20多年的他 伸手一伤矫健 他很快就解决枪手 然后亲手为女友报了仇 混战中和龙四爱慕已久的阿珊 也不幸中枪身亡 此时龙四的家中已经撒满了鲜血 但他还是决定执行计划 让阿东入狱 然后继承社团的龙头之位 但是阿东实在是无法接受 龙四这个灭绝人性的计划 不愿受命运摆布的他 最终选择了结自己 为了阿东呢 龙四处心几率长达20多年 可如今所有的进化毁于一旦 他边临崩溃边缘 影片到此呢也落下了帷幕 这部黑白战场是王晶导演 在2005年上映的作品 关于片中龙四的布局 网上有两种说法 依旧是上文所分析的那样 龙四是幕后主使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整件事都是彼得的阴谋 他先是放出有人要杀龙四的消息 让龙四怀疑社团中的其他元老 之后派杀手干掉棺材 这样龙四自然而然的 就开始怀疑炸弹和悉尼 在调查过程中呢 炸弹为了那一亿两千万 对龙四动手 龙四顺手将它除掉后 也确认炸弹不是幕后阵凶 那怀疑的对象就只剩下悉尼 于是悉尼不出意外的就被干掉 这三人死后呢 龙四自然会把他们的地盘 拿出一部分 甚至是一大部分交给彼得管理 而此时社团中有能力 竟然龙头的 也只剩下他了 但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龙四还有一个儿子阿东 于是只能提前出手 干掉龙四强行上位 关于这两种说法 其实小董还是比较倾向于第一种的 在电影的开始 试探阿东几人就是彼得带的对 就是说他一开始就知道 柴叔和阿东这几个人的存在 如果彼得是幕后主使人 那他在动手前 一定会先除掉柴叔几人 削弱龙四的力量 而不是放任柴叔阿东这些变数 活到最后 出来阻止自己的计划 关于这一点 屏幕前的小伙伴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